健身与许多建设者而言,只是空气和水一样,那么平常且必备,从没觉得健身有什么大不了的,不为朋友圈圈要,不为自己身材强壮而去鄙视他人。 不去否定别人来证明自己,因为自己已经够强大,不少人会被健身的精气神感到好奇,想要靠近且学习健身。 不过,如果你犯了以下这些点,那么最好不要来健身了,你会难受,而且容易自我否定。 一、迷恋肌肉 不少人长时间健身后,还是有些大神对他们并不看好,虽然他们肌肉已经练出了些许形状,但是看到他们不断的迷恋着肌肉,将自己觉得天下第一,好看,帅气,悠行的形容词都是在说自己。 那么其实这些人也不适合健身,健身讲究整体,局部出状,整体如果不平衡,看起来难看,而且没有什么作用,甚至花瓶,也是协调比例很差的花瓶。 而且健身下去,如果遭遇瓶期,他们往往发现自己,多远没有些许改变,自信心会遭受很大打击。 二、健身 不用动脑,不少人相信四肢发达,头脑简单,实际上,在西方欧美,只有体型协调威猛的人,才更受大家喜爱,国内讲究脑力碾压。 只有智商厉害,才是值得羡慕,才能升官尽绝。 而健身,其实并不是什么都不需要思考,健身虽然不是很复杂,但是也有几百块肌肉,几十个关节。 健身还讲究饮食,睡眠,动作标准,发力肌肉,重量负重调节,其实都是需要根据自身计划,好好研究。 想去健身后,死练麻练,只会让自己受伤,而且效果还很差。 三、太追求爱大评价 功利化,健身其实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好看健康,虽然有目标,有利益,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有方向。 但是,如果太追求爱大评价,从而丧失自己初衷,其实练起来还蛮累的,健身虽然可能看起来枯燥,但是我们在健身时候,也往往会发觉自己的优点,将自己更好地和自己相处,看着自己一点点变得健康强大,这点成就感和满足感。 其实很多时候是工作上,学习上不能媲美的,而且功利化往往会导致拔鸟助长,让自己忽视了动作标准和细节,还容易造成身体和心灵都会疲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